东海岸对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一片蓝色海洋和绿色山脉的美景 但是整条花东海岸还有更丰富的人文色彩不容游客错过 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推出了花线东海岸在地小旅行 畅游东海岸之前先到游客中心进行一个小时捣览 透过解说互动体验深度认识东海岸 为了让大家深度了解东海岸的内涵 东莞处最近几年推出了花线东海岸在地小旅行 畅游东海岸之前先到游客中心进行一个小时捣览 透过解说互动体验来深度认识东海岸 花线东海岸主要是让游客一踏到或我们在地的学子 让他们去了解我们东海岸怎样呈现它的美 一个小小的展示中心跟户外的植物跟创作艺术 就可以让大家体会到花东有多漂亮 首先让大家去根据展馆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台11线台9线 还有就是我们东海岸五大必走的景点 还有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 还有海岸生态 你们一个小小的展馆 小朋友还有在地的旅客 都可以一窥我们花东的生态及自然之美 今年花联游客中心还特别邀请到艺术家曾先生展出了光之魔法世界 用循环再生灯饰作品延续行锁营造东海岸大地艺术旅行的氛围 随手可得的回收东西去做的 这些都纸箱 纸箱哦 现在大家网购很多嘛 纸箱可很多 然后这个就是以前那种 旧的那种镜子 老婆刚好做一个镜子磨镜 我就把它做一个 这个就是我把它叫什么磨镜 因为有点灯 就自己会有美光 那个美肌的效果 这边都是 这一次做的几乎都是用纸箱下去做 要展开东海岸旅游之前 不要忘了先到游客中心 听取花线东海岸在地小旅行的导览解说 馆内馆外都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这里更推荐给各级学校安排校外教学 即日期到7月31号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早上10点和下午2点半 更有一个场次来接受游客预约或者是现场报名 借助一会收红箱报道